三位小女童 陸續被送到醫院急救 小生命一點一滴流逝 醫護人員召集不已 怎麼沒想到 大人之間恩怨糾葛還放火 讓三名小女童無辜喪命 這個人很勇氣 這個人很勇氣 勇氣 勇氣 鄰居講到兇嫌氣得牙癢癢 放火的就是他林經德 2002年7月11號下午 他因為懷疑同居人 將姓女子令結新歡 多次要求復合被拒絕 知道對方躲在弟弟基隆住家 沒想到他為了泄憤 竟然提著汽油桶 看大門沒關 直接衝進屋內 泼汽油放火 所有人趕緊逃往陽台 在二樓夾層的三名女童 逃生不及葬生火枯 案件發生後的第二天 傳來好的消息 熱心的計程車司機 打電話給我們那個專案人員 巡線就在台北市大陸 通往市民大道的路上 攔截到林經德的計程車 林經德落完之後引發公憤 死者家屬和友人堵在警局 看到他坐車內被警方護送出來 一群人全衝上前去拍打警車 想到寶貝女兒送命當媽媽就實在氣不過 更沒想到下手行凶的竟然是熟人 林經德原本是大貨車司機 後來在基隆靠航開計程車 卻沉迷六合才賭博 個性變得陰沉 有仇必報 林經德要不要後悔 出庭的時候問林經德是否後悔 他首次點了點頭 但放火殺人手段兇殘 林經德還是難逃一死 死刑三審定業 2013年4月 他和其他五名死囚一同執行槍決 林經德當時吃不下任何東西 喝了口酒之後 結束荒唐充滿罪孽的一生 小明星我孟國華蘭恩智台北報導